有几等地方 让这些菩萨们 有机会也能够接触佛法 愿各位主动积极 做一个爱心菩萨推广佛法 阿弥陀佛 愿您深入进藏 智慧如海 护持正好 1965 8482 1965 8482 顾名 中华应经协会 生命有菩提 伐水有长流 生命电视 慈悲奏旧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像各位受八观在戒 乃至短期出家 在从早到晚 拍了很多的智力 或是利他发行的活动 那这个就是出家人的生活 看起来就像这边 假设各位是真的出家 你可以整天没事干 所以那是这样的 就浪费生命 而且呢 特别我们修行人 别人供养我们吃饭 或是有一些住缘 所以每天我们也要消贡 消贡就是 就像我们念一些咒语 做一些早晚课 来感恩施主 那站在大乘佛教 所有众生都对我们有恩 所以思维很重要 缘起 信恐 无量无事的投胎 都有爸爸妈妈 都有各种住缘 所以包括身上的衣服 吃的饭 喝的水 都是种种的住缘 所以生命能够活着呼吸 乃至又能够修行 这要有无量无边的住缘 所以要对整个有情无情 都有这个感恩的心态 来为他们精进 特别我们的父母 来自县世 妻世 历代父母 那更是我们愿意感恩的对象 所以念一下 知恩 念恩 报恩 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 众生还是父母对我们的恩 而意念的 就像父母恩重南报经 里面讲的 父母对我们的十种恩 所以要意念到自己 心里会感动啊 掉眼泪啊 当然一般人站在世间人 当他还没有怀孕生小孩的时候 他不知道父母太伟大 等他自己怀孕生小孩 他才会有生起真正感恩的心态 比如我就是如此 我还没有结婚生小孩 我对我父母 当然讲不出什么叫很重要的感恩 甚至说他是父母 我们要听话 当然也不敢太违背 特别我十九岁以前我就离家了 所以那时候对我的父亲还有一点抗议 因为我觉得太严格 所以内心也不是一种感恩 但是所以 因为结婚了 然后呢 特别生了小孩才知道 哇 母亲实在是太伟大 太痛苦了 那因为有这个情境 我才会去思维 所以我想各位在思维 常做的时候 不是光空想 假设比喻 而是你能够入到那种状态里面 就像各位在生理里面走 我就一直在想那些兔子 白天都躲在里面 要得到了没有太阳才出来 这个就是很恐怖一样 就像一个犯人 白天出来马上会被杀掉 他只要三更半夜才出来 那窝在里面多痛苦啊 因为我们护生医里面的兔子 每天跳来跳去 原来那边有保护 多快乐 他当然整天跳来跳去 跟人玩 但是这边的兔子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一点可怜 那就尽管是晚上 只要我们在后面一走动 可以看到 啪啪啪啪 马上就跳走了 所以做一只动物 随时都在恐怖的状态里面 那你要去思维 才会觉得他们好苦啊 当然佛陀也提过 你看得到的这些友情 都跟你有缘 不然你也看不见 所以今天中午我进去门晚一点关 就有一只昆虫飞进来 那在桌子上 我就跟他念了老半天 奇怪 也会有感应 念老半天他就不会动 他动来动去 但是我开始念的时候 故意啊 就是受菩萨戒一定要有的戒律 就是你看到任何小生命 你都要为他三规 劝他发菩提心 念一些超度他肉体的咒语 希望他脱离出身道 念完以后他又开始动了 你说这个也是一种佛菩萨的化身 他让你知道 念对他的帮助很大 而且他真的乖乖听你念 念完以后他又开始动了 那你就觉得说以后不念还不行 所以所有的 面对到这些 那你都要去对他做观修 就是看到外面的燕贡 我这边的消灾拔肚 那你要去思维 如果你不去思维 就算你站在牌位面前 在那边念佛 念佛没有一个悲心 没有一个愿意 那这个念佛 他变成只是一种仪式 那如果上面的牌位写的是你刚往生的 或是你最爱的人 甚至你的堕胎胎儿 那你可能会念久一点 希望他离苦 所以这些就要靠自己愿意 去把这个情境抓过来 特别站在身文解脱 跟菩萨道不一样 所谓个人解脱 他想的是自己 我的最大的麻烦就是贪嗔痴 所以我一定要消除贪嗔痴 也就像各位刚刚在拜八十八佛 那两种人拜都很认真 一种是为自己在忏悔 他很认真 因为他觉得他有业障 一种呢 为众生在忏悔 那更认真 因为众生太苦了 就像各位有机会去屠宰场 看那些猪在被杀 在叫那些牛 然后你就看不下去 那事实上 这个世界的二十四小时 都在发生了这些事情 所以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 所以死了六百万人 我没想到 所以每个教堂 在欧洲外面都会放着 紀念犹太人 跟所谓黑死病死亡 那我们人类会觉得很震撼 所以很多人经过那个地方 就会祈祷一下 但是因为没有这个世界的人 无名没有空性 他认为人死了你要纪念他 要不断超度他 各个教堂 但是每天却有这么多物名被伤害 没有人在超度他 就像一个爱狗人士 他会去打猎一样 所以这也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也不能生气批评 反而要更起悲心 对人类的无名也要更起悲心 然后被杀 被吃的动物起悲心 然后有这个悲心 所以我们来为他禅修 来为他念佛 来为他持重 就像一个老儿上跟我说的 他说你要超度堕胎胎儿 如果你没有悲心 是超度不了他的 那我说那什么是悲心 他说那你一定要多去看那些怀孕的妈妈 你看到怀孕的妈妈 那就去想到这个小孩子生下来 小孩子的苦 母亲的苦 你要经常看这个去观修这个 然后生起悲心以后 你再去同情这个小孩子的痛苦 跟这个妈妈不得不堕胎 事实上一个女孩子流产 所得到的伤害超过 她正常生小孩子的伤害 所以对妈妈也苦 对这个小孩更苦 而且这个妈妈未来是还有更多的痛苦 因为她造了一个很严重的杀业 杀人 那你要去思维到这个的时候 那你才开始去做你的观修 按照这个对境去做 所以我想大乘佛教 我们知道 重点是为了众生 所以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有无量无边的痛苦 所以慈悲你不用跑太远 你光去想到那个 你就开始 而且各位一定要多一点对境 那你的生命的经验才会丰富 如果你很单纯 所以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 乃之呢 好好坏坏 颠颠仆 对他来讲有帮助 因为他才可以了解生命的各种痛苦 然后他的悲心才会强 如果一个人生活很单纯 或是他想要逃避这些现实的苦痛 那不行的 所以各位有时候 就像我们华人很喜欢知道这个人 怎么样 他现在在干嘛 就像我出家以后 我发觉对我帮助 比我在家大百千万亿倍 为什么因为 很多人会跟我谈到他的苦 甚至我现在因为 别人认为你是个法师 他往往把你的痛苦 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你 讲了哭啊 如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呀对方 因为我以前在旁边听 或是听他们在听 有些人对别人的痛苦一点悲心 哎这个你愚痴 你又不要这样就好了 然后那就算了 有时候自己会讲说 如果那个人是我妈 我会这样讲吗 我一定要自他交换 哦对他的苦 真苦 而且听到他哭 你也跟着哭 大家来哭吧 然后再来想办法 怎么样帮他解决 你千万不要说 我在研究中观 空性 每次跟我谈的 都是男男女女 夫夫妻妻 你不会谈点别的 那代表你这个人 没有悲心 因为你只有在追求你自己 想要追求的那种情境的话 你自私的人 那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我想 法门物量实验学 是对各种的众生 你都要去感受 就像各位在网路上 虽然有时候 我们没办法听见到 一些小而小的生出来的生命死了 就像各位草说中听过 小猴子死了 母猴子永远会抱着他的皮也要跑 永远都在疼爱他 路边的一只狗被撞死了 狗同伴 想尽办法都要把他咬醒 保护他 所以你要去感受到动物 跟动物之间的感情 感受 那这才是我们修大乘佛教的禅修 往往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寂静的环境 那你也要去找他的苦 你不能说这边风不错 凉凉了 做起来还不错 那对你的所谓佛性的开发是没有用的 佛性就是大慈悲心 大悲普遍心 那大悲普遍心就是 你因为你去感受到那种苦 那你自然流露想要去帮助他 感受到苦就悲心 想要帮助他就是普遍心 那如果你自顾你自己了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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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那种想要去帮助众生 那你才会开发大乘的空性 菩提心 而不是说我在禅修 我在断餐乘吃 我在思维我的十二因缘法 那只是一种理论的时候 就没办法去谈 有时候没吃过糖的人 你告诉他糖什么味道 实在是讲不通 就像我想后面有很多妈妈 生过小孩 要承担家里的经济 要烦恼老公的问题 那种生命经验 如果你没有 而且你也没有这种同理心的时候 那对大乘佛教修行都没有用 所以就一个大乘佛教 别人的过失别人的错 反而是你更生气悲心 我儿子在吸毒 你为他更难过 那可以 你不能说谴责他 所以你去谴责别人的过失就代表 你没有悲心 甚至你会恶口两舌的时候 当然做父亲的 看到儿子吸毒 然后打他一下 那父亲自己在哭 那还有个道理 因为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像心快裂掉一样 自己亲生的儿子 然后呢 他是希望他不要 再如此而起的 金刚怒目 那动机就对了 虽然方法不见得对 但是他有这个动机 但是如果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反省 所谓常观 你也要关心 你的心态 既然你皈依了三宝 而且你皈依了菩提心 那你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符合这个悲心菩提心 还是一种在对对凑凑 今天有一个邪知邪见的邪师 很多人会去骂他 那有时候 那有时候 海涛法师 我就没有看过 你在电视上 讲哪一个错 你不敢吗 不敢讲啊 怕他啊 我说 我说 那个搞不好是我哥哥 搞不好是我爸爸 我怎么会公开讲他 但是我回向给他 一直观想他 走入政治正见 这是我该做的 但是我绝对不敢排斥他 因为离开对方 没有自己 所以各位要有这种息息相关 而不是以我无关 甚至以他对立的观念 虽然你是个正常人 但是千万不要看不起正常人 就像我早上 我每天都看到一个老人家 从我住的地方走过 因为他已经半生不遂 但他自己很努力 拿着一个架子 然后每天他要走这么远的路 因为他不运动 他可能会更老化 而且旁边没有人帮他 西方社会 跟我们东方社会不太一样 东方社会 这可能有一个儿子 媳妇在旁边撑着 怕他跌倒 这条路还很长的 但是他都一个人走 但是佛教里面告诉我们 你看到的时候 你马上当愿众生 能够脱离病苦 涌离乖真 这个乖真意思是说 他要有空性 不然他就没办法面对 这种身体的痛苦 完了以后 因为他走很慢 所以你要借这个因缘 我现在在看经典 我才不理他 那你就没悲心了 你要马上停止你所谓最重要的 自己的经典 马上为他 把我们法会的功德 甚至我们有放生 所以我会经常 摁啊摁 点灯功德 放生 施施 不止 回向给 因为他慢慢走过去 那你要观想 那个就是父亲的身影 父亲的意影子 对你来讲 事实上搞不好 他就是佛菩萨的视线 如果你 你把这个事情跳过去了 那佛菩萨也叹气 他希望让你更上一层楼 结果你还是自私的 在看你的经典 所以我想对周遭的环境 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友情 你都要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的这种悲心 然后呢 来对峙他 佛教叫对峙 对峙自己的烦恼 跟对峙众生的痛苦 然后你一天之内 也在一辈子之内 你一天之内 可能要处理一万件事情 对你是有帮助的 各位千万不要烦躁 所以我师父才给我说 如果信徒愿意把他的痛苦 告诉你 那是你的福报 因为人家相信你 但是你千万不要 与我无关的 然后你要把它放在心里面 放在心里面 一直为他而意念的 就像做一个妈妈 或做一个孝顺的子女 父母亲有什么病 他永远把他当成是 天价第一大事 他放在心里面 为了这个事情 一直想办法 一直去求 那所以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能够众生无边是原度 烦恼无尽是原断 而为他们找出解决的方法 法门物量是也许 所以越多的悲心 你才有越快速成佛的方法 但是我发觉 现在有很多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 他说我要成佛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阶段 然后他就很努力 但是他 这种还是一种傲慢 因为什么 我希望 我能够赢过别人 我可以赶快达到那种状态 但是他根本就离开了 对众生的爱 那种慈悲为动机 所以我想大乘的根本 大悲菩提心 但是大悲菩提心 他必须是以无我的 以无所得的 这个空性做基本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那我想各位在这么多人事物 你都不要舍弃 你坐在飞机上 公车上 你在路边 你在开车 那你必须时时刻刻 关心他 所以早上我看到一位 有人开车 在我们住了旁边 我都会注意的 然后一个女生下来 我就开始想 怎么会有女生呢 他手上提了一袋东西 一定是隔壁那位闭关的阿妮 他跟他是好朋友 他要来拿东西给他 因为他既然闭关 所以有人要护关 那你要去思维 为什么 那时候你能够做什么 首先随喜他护关的功德 也希望闭关了阿妮身体健康 然后你能够为他做什么 所以那虽然我不敢过去敲门 因为他是比丘尼 但是我也要成为一个护关者 所以我要替他回向 替他写牌围 希望他闭关成功 他每天做大礼拜 一定在做各种的家庭 那这样你才会跟他互动 这个叫什么 你也讲 以心传心 虽然我跟他住隔壁 但是你不能去干扰他 因为他正在精进 但是我想 但是我们可以用心去回向 去帮助他 如何 那就算你一直回向一直回向 那一天你发觉 他都在里面睡觉 我还回向 那就是你这种分别心太强了 睡觉也要回向 有缘千里 就差几公尺也不能见面 就像妈妈住在隔壁 不能打招呼 很痛苦 你要有这种息息相关 那各位一定要把 所谓大乘的悲心的养成 你一定要如此 就像各位进进出出 那边贴了这么多相片 印度人的相片 这边创办人的相片 你每次走过去 你都要嗡啊嗡 你要把它当做真的 所以有几次我走过去那边 我还想着 还真的有 不能讲鬼 真的有重生 他就站在那边 所以 百千万劫难遭遇 终于碰到一个 一个佛教徒来这边 而且还在超度 所以 不管他是谁 他一定要希望得到这个功德 那各位 万一哪一天你真的碰到 你被啊 跑掉 你不是在打坐吗 那代表你没有悲心 你只是自立的 所以你会跑掉 那个时候你要全然的接受它 全然的 就像 我们讲如何把贪欲 转成妙观察制 那你就要把这个贪欲放大 你让它自然放大 放大到最高顶点的时候 你再去观察它的体性 不过它只是一个欲望 然后呢 也是空性的 最后也是苦的 然后你 最后你就变成妙观察制 这个妙观察制 就会让你持戒第一 深入立章 因为你已经把 这个贪心完全的看清楚 而不是逃避它 所以如果你去 把任何一个痛苦的状态 拿到你心里面来 包括一个轨道 都拿到你心里面去观察它 你只有悲心 你不会想要去排斥它 而且你还可以去转化它 那这些 我讲的这些 各位你要变成你的日常生活习惯 所以你一定要串洗 就是说一次再一次 一次再一次 然后你的自信里面 就很自然地 对这个花草树木 一只蚊子 都保持在那个状态里面 然后你才会知道 文殊菩萨所讲的 空性是以因缘做老师 在每一个因缘里面 你就分析它 分析了 那形生波罗波罗蜜多次 最后你都可以了解它的空性 但是又不离悲心 那对我们才有帮助 所以我想观察自己的内心的起心动念 然后你静静地去观察它 现在脚在酸 那你要把这个脚酸 一直麻 一直观察到本体 它也是一种感受 无自信的 那既然无自信的 它一下酸一下不酸 一下痛一下不痛 那你就可以超越它 所以 生病也可以修行 死亡也可以修行 只是你要 你要看清楚它 所以看清楚它 又可以超越它 又可以转化它 那我想 特别站在菩萨道 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 牵手牵眼 它才可以 它才可以去接触一千个众生 它才可以去看清楚一千个状况 特别是苦难 是它最好成佛的状况 所以按照经典 观世音菩萨是比释迦牟尼佛 还早成佛的 过去古佛 所以 甚至观世音菩萨 都是佛陀的老师 来教化它 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严工 做事实 都是观世音菩萨 教给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教给阿难 然后不断地传下来 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 既然我们愿意受菩萨戒 乃至所谓修悲心 甚至各位愿意短期出家 那为什么要 八观世音菩萨出家 因为生命苦 世间苦 所以我们虽然没办法 全然地出家 但是没办法全然地出家 一个是第一个 我们智慧不够 因为你还没有深刻地去思维 那一种是 你真的有这个出离心 它是因缘不好 所以没办法 但是有时候我都会去问人家 那你也没结婚 然后呢 家里又学佛了 那你怎么还不出家 就是他还没想到那个 缘起圣生 他没有去思维 这些生命的真理 那就算出家了 他没有这种 这种深刻的 缘起圣生的思维 他也要不要出家 就过一点